哈囉 大家好 我是Honkara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 舊的輪迴的復刻 追逐願景的靈獸 那在台版 在禮拜三的 午夜12點就會開放了 那我這邊是打 英文版本的 所以可以先體驗到 這個關卡 好 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為大家介紹 好 那這個關卡呢 我已經簡單到用把卡的 所以 呃 我們就來看看 秦始皇可不可以把卡通關吧 那我們 這是我的 英文版小帳號 然後我在過年有抽秦始皇 那我剛剛Omax又選了薩斯姆 然後就會發現到 三張卡片的想像就可以來到了 一萬...一萬六了欸 非常扯 所以這一隊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為甚麼建議大家Omax選薩斯姆的原因就在這邊 好 那這邊我們慢慢的摸過去也可以 然後可以發現到 秦始皇的OP之處 燃燒豬 再幫我回血 好 這邊順利帶走之後 其實在前面只要手轉就好啦 這關之前都是手轉通關就行了 那在這關之後 依然也是如此 我覺得這邊不需要開技能 這邊直接轉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撞一次風化珠是 呃 不知道多少 所以我 沒有撞 保險 好 好 還是過了 來到第13關 然後我這個帳號完全沒有武裝龍刻 也沒有甚麼好的龍刻 所以我就只能硬著頭皮轉 好 這是越攻越強的一個敵人喔 所以蠻危險的 這邊大概把這個鎖定珠都消了一輪之後 接下來來 看可不可以帶走它 好 這邊鎖定珠 祈求不要天降 哇 天降到一顆鎖定珠了 有點糟糕 不過這個傷害 還是非常夠的 還是非常夠的 好 接著我們來到第14關 好 接著我們來到第14關 10關這邊會 命懸一線 有點麻煩 我們這邊開個爆發好了 但它實在是有點兇啊 確保說我們一定可以帶走它 這邊我會選擇把這個 把這個風化珠仙消掉 好 沒問題 第14關 在這裡的話 8combo以上 對於青石皇來講 蠻輕鬆的 1個 降下來 11combo 帶走沒問題 好 這邊是 30顆木珠 青石皇下去就對了 可是它的血量會有2900萬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帶走它 我這邊 保險性開個龍科 因為我沒有武裝龍科啊 有點糟糕 這個 新手的帳號 進度還沒有 破完 8封 好像連7封都沒破吧 所以 有點慘的一個帳號 好 好 感覺要開龍科傷害才夠喔 16關 16關這邊呢 風化符石 不對這叫什麼 石化符石 但由於我們青石皇它本身 就是無視防禦力啦 所以 這邊不用開爆發 不用開主動技能啦 不用看青石皇主動技能 直接打回去就行了 好 非常扯 9combo以上 然後2秒轉去 但是青石皇有 7秒吧 對 這邊直接轉就好了 青石皇 很扯的地方就在這邊有沒有 好 關卡都是直接轉就 就可以過了 好 沒有轉到9 沒關係 剛才也只是 試試水溫啦 竟然要來認真的轉珠啦 剛剛都在混 好 這邊時候轉到 巴卡摩天上9 剛好 那接下來是 嗚 沒死 厲害了 哇 有點尷尬 沒問題我們 再手轉一次 好 行 補個尾刀 欸 不錯 17關 這邊5屬盾 我們百分之分剛好有5個屬性 我們直接來消囉 嗯 水珠 木珠 好 我 當然你也可以排珠一回合啦 這樣是比較保險過啊 但我們就直接轉了 黃關 欸龍科還沒跳耶 有點慘 好 那我這邊確保說我們龍科一定會跳 所以 我們 先洗一下技能 在這裡 先洗一下龍科的能量啊 那我的龍科能量真的很難擠欸 那我的龍科能量真的很難擠欸 第一次打 四千多 它是扣指定趴數的 所以會越扣越通 哇哇哇哇哇 好 這邊整版消除 唷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這邊就把它帶走吧 OK 三十五馬 水火木強化 直接消就行了 沒帶走再說 沒帶走你至少還有一回合啊 因為版面上面都有強化劇 沒問題 最後就是現在爆發全開 那 在這裡的話 建議是暗更新啦 然後 這樣子應該可以 這裡 直接消 消 好了 喔 天降木珠 沒有 沒有天降木珠欸 好慘喔 可是 我覺得兩卡的傷害應該就夠了 應該啦 喔這龍科完全沒有任何的 沒有帶 增傷的喔 因為我這個星頭帳號 沒什麼 沒什麼東西 最原始的那個 一星龍科 完全沒什麼增傷啊 增傷10% 98 好這樣就可以過了 哇單張破譯了欸 好扯喔 你們看三張卡 就可以輕鬆通關了 新手帳號 只要有青史皇 就可以有天下了 對吧 好最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通關畫面 以及我剛帶的龍科 好 通關還有一顆魔法石 所以大家 呃之前通關過 也要再打一次喔 好 那 那 給大家看一下剛才那一堆 就是這一堆 然後我們龍科帶死這一堆 真的是最初的龍科 完全沒有 任何額外的 呃 誇張的加成 對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子 以上就是 青史皇三張卡 過舊的輪迴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輪迴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下 你的訂閱按鈕 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是阿凱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